五名登山客昨天在大安西上游攀爬时绳索断裂 其中一名46岁的男队员衰落约20米深的溪沟边坡 警消货报之后立刻派出了19名警易消还有山清摸黑上山救援 但由于地势陡峭增添难度 请民间吉普车支援 花了7个小时才成功将伤者护送下山 还好经过医院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 有类警消人员连同山清和易消 生意来到山区内小心翼翼的搬运坠落西沟的登山客 再来 由于现场地形崎岖 一行人放慢脚步 就怕一个不小心 所有人都会滑下去 好等一下 苗栗警消27号傍晚5点多货报 四男一女的登山队周末进入山区 就在大安西上游攀爬过程 绳索断裂 一名是6岁男队员衰落西沟边坡 立即前往救援 三者在一瀑布垂降时绳索断裂 由约20米高度坠落河床 脸部肢体多处差错伤 无法行走 晚间8点多找到伤者先搬回河床后 在28号凌晨12点多由吉普车送下山 经过医院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由于发生意外地点地形相当陡峭 至少会有三段约10公尺高低差的困难地形 增加救援难度 救援人员摸黑抢救 还要在低温下穿越冰冷河水 协助伤者脱困送医 索性最后平安完成任务 吉章杰苗栗报导 从 Hawke� Extra的练买 简 않 �평 cill